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我老公躺在手术台上,等我签字。 那天下午,我接到老陆的电话, 他让我马上到医院找他。 老陆是我的高中同学, 是我们这边一个私立医院的医生。 我听到他的声音着急中带着一丝莫名的犹豫, 心里忽然有些慌, 难道是我家里人出事了? 我风驰电车跑去医院, 慌得找不到车位,直接把车扔在了路边。 没注意到老陆脸上尴尬的神情, 我扯住他的胳膊问, 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爸妈? 我一着急,也没打电话问问, 我的话凌乱又啰嗦, 老陆拍拍我的肩膀,打断我, 不是,不是叔叔阿姨,你放心。 哦,我感觉口干舌燥, 被他扶着坐在一边的椅子上, 抬头看他,那是,怎么了? 老陆尴尬地左右看看, 办公室没人, 他拿出一份手术同意书给我看, 我拿过来瞄了一眼, 患者江明。 我再次抬头看向老陆, 江明怎么了? 老陆又尴尬地左右看看, 直指手术同意书, 叫我仔细看。 我一言不发看了一遍, 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又看了一遍。 再次抬头看老陆, 老陆眼神躲闪, 避过来的一支笔, 轻声说了句, 需要你签字。 我不死心, 问了一句, 怎么,怎么伤的? 老陆的声音轻飘飘的, 应该是刀伤。 伤他的人就在外面, 就是动刀那人送来的, 要不要报警? 你考虑考虑, 那一瞬间, 我脑子嗡一声, 跟炸了一样。 我签了字, 老陆跟同事准备手术去了, 我坐在手术室外, 发呆, 脑子里好像塞满了东西, 又好像一片空白。 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走过来, 在我旁边坐下, 我没吱声, 我只知道有个人在我旁边坐下了, 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我没心思管别人。 他跟我说话, 大姐, 你还好吧, 我有些恍惚地转过脸, 看向这个汉子, 他有些尴尬, 摸摸头笑着说, 不好意思啊, 大姐, 那个, 你家江明, 你家江明那玩意, 是我给搁下来的。 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 这个人, 我好像有点面熟, 又过了一会, 我才反映过来他说的是什么。 为什么这三个字, 我问得自己都要笑了? 那汉子见我终于说话, 一副松了口气的样子, 赶紧解释, 大姐, 你什么都不知道吧? 我老婆, 就你老公江明单位的那个董小鹿, 他们俩搞在一起了。 我老早发现不对劲了, 给我戴这么一顶大帽子, 我能忍。 我跟踪了他们一个多月, 好歹今天叫我逮着了。 我感觉自己又恍惚又清明。 哦, 原来如此, 我记起, 这个汉子是谁了? 刚才, 老陆尴尬的表情, 和我签字后, 他几乎落荒而逃的样子, 我早该知道, 那地方。 怎么能轻易受伤呢? 只是, 只是那一瞬间, 脑袋一片空白, 想思考也思考不了。 原来江明真的出轨了, 出轨对象还是他们单位有名的交际花董小鹿。 原来这个汉子就是董小鹿的老公, 一个运输公司老板。 据说, 江明真的很谨慎, 他们晚上从不约会, 他们都是白天趁着外出工作的时候, 假公祭司去开访。 怪不得江明头天晚上, 就跟我说, 第二天出发中午不回家, 这是为优惠做铺垫呢。 那汉子还在滔滔滔不绝讲述他是如何捉肩在床的, 那俩狗男女是如何惊慌失措跪地求饶的, 他又如何把自己老婆董小鹿扇了, 几耳瓜子踹了几脚, 又如何怒火冲天, 在几个兄弟帮助下割了江明的火根。 我甚至有点想笑, 汉子说完, 一脸无所畏惧地说, 大姐, 你说咱这是, 咱俩都是受害者。 你说, 公了还是私了, 公了我就等着进橘子里去, 私了我就付了医药费, 还需要多少赔偿, 您尽管提。 我真的笑了, 你走吧, 我不跟你谈这些, 等江明出来了, 他想跟你公了就公了, 想跟你私了就私了。 汉子眼珠子转了转, 笑着说了句, 大姐大气, 我走了, 以后有需要, 知会我一生。 我决定不再这么做下去了, 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小叔子, 跟他说江明正在做手术, 让他来看看, 又发了个信息给老陆, 我就回单位了, 我不知道手术做了多久, 小叔子打来很多电话, 我没接, 跟同事说了声, 不舒服, 帮我请个假, 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发呆, 我相亲相了个优质老公, 江明的人设, 一向是认真负责, 勤快实干, 外加古板保守的。 他老家在农村, 我的公公婆婆人品端庄, 干农活都是一把好手, 我的公公还读过几年书, 会写会画, 在他们村里很有些威望。 江明和他的弟弟江亮, 打小成绩优秀, 脑子好使, 加上勤奋努力, 高考成绩都不错。 我跟江明是别人介绍的, 我叫许灿灿, 是在我们这边机关大院里长大的小官二代, 是个不学无术, 不求上进, 又粗之大业的女汉子。 上学时, 爸爸妈妈给我报了一堆辅导班, 甜鸭是猛贯, 才好不容易考了个专科。 毕业后, 父母正操心我工作, 谁知道我终于争气了一回, 自己考了个事业编, 回来在我们这边一个妇女儿童援助中心工作了。 爸爸妈妈乐坏了, 觉得他们闺女终于不是无药可救了。 悠闲自在上了两年班, 他们又着急起我的婚事。 大院里同事多, 作为爸爸妈妈的心头肉, 不用他们说, 一群叔叔阿姨就自告奋勇, 帮我物色好男人了。 那段时间, 我相亲无数次。 说实话, 因为家庭条件还不错, 又因为我本人虽然有点不学无数, 可胜在有张漂亮脸蛋。 大概也是因为我爸爸妈妈 在各自岗位上挺有权柄, 反正我还挺受欢迎。 江明是我跟爸妈一起看中的。 像过那么多次, 见识的也多了, 有高有帅有富二代, 就是没有江明这样的。 他戴着富眼镜, 穿着白衬衫, 高高瘦瘦清清爽爽, 一看就是有文化有学识的人。 可能是缺什么爱什么吧? 我没文化, 就莫名对这种斯文的男人有好感。 爸爸妈妈则是看中了江明出身农村, 又兄弟两个, 可以给他们当半个上门女婿了。 江明大概很少接触女人, 尤其是我这种风风火火泼辣皮式的女人, 经常被我斗得面红耳赤的。 我们恋爱不到一年, 就结婚了。 当时房价虽然很便宜, 但买房子这件事对江明这个刚参加工作 没几年的菜鸟来说几乎不可能, 于是先住在爸爸妈妈提前准备好的一套房子里。 说起来, 在婚事上, 我爸爸妈妈十分慷慨, 房子, 装修, 车子, 全套陪送, 并且心甘情愿, 半点没有瞧不起亲家, 瞧不起江明的意思。 特别是我的爸爸, 他经过一番详细的考察, 认为江明工作很有眼色, 很有头脑, 坚定地认为这小伙子将来一定能够有所作为, 因此他甚至觉得自己不学无数的女儿我, 配江明, 有点坑人了。 有一次翁旭二人喝酒, 我爸爸喝多了一点, 酒进上头, 跟江明推心致富, 小江啊! 灿灿这孩子毛病是真多, 要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坚决不敢娶这样的女孩子的, 真是委屈你了呀, 以后他要是有什么问题, 欺负你了, 你不要忍着, 告诉我, 我给你出气。 那天晚上, 江明乐呵呵地瞅着我直笑, 我给他笑得莫名其妙, 差点以为前两天, 我跑到我分管部长那里挑衅的事给他知道了, 气急反乐了, 其实我觉得我还好了, 虽然以前被爸爸妈妈宠得不着调, 但是结婚了, 尤其是有了江明这个又认真又古板的男人时刻盯着, 我也慢慢学会了洗衣做饭, 学会了操持家务, 学会了出了家门, 不再疯疯癫癫, 学会了在单位不再做刺头, 尤其是有了女儿后, 我竟然温柔贤惠起来, 坐月子喂奶换尿布, 从不假手于人, 连我妈妈都凯探说, 闺女一下贤惠的她都快不认识了, 日子慢慢理顺了, 这些年, 我跟江明的感情, 不说如交似妻, 至少不是怨偶吧, 我不是个城府很深的人, 家里的, 单位的,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喜欢跟她聊一聊, 她话不多, 但是能够句句切中要害, 云淡风轻一板一眼帮我分析的样子实在让我欢喜, 人人都爱交际话, 包括我老公, 董小璐这个名字, 真的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话题中, 这个女孩长得漂亮, 比我小个五六岁, 但是结婚比我还早, 据说是因为长得漂亮, 所以早早就被无数男孩盯着, 早早就恋爱, 早早就结婚了, 是我主动提起的她, 话说, 这位董小璐, 在我们这边的圈子里, 实在是大名鼎鼎, 她开始是在某宾馆做服务员, 邂逅了某领导后, 被调到那位领导单位的一个下属企业做业务员, 没两年, 又被调到了机关里, 半年前, 那位领导退了, 退的时候, 审计出经济问题, 结果没退回家里, 退到高墙里去了, 这位董小璐, 据说被请去喝茶好几次, 最终放了, 但是给调离原单位了, 事实上, 她调离原单位的主要原因不是那位领导, 而是因为她出轨, 被她老公捉奸在床, 闹得实在是太难看了, 说起来好笑, 那天, 我们接到一个求助, 有个女的打电话来, 说她老公打她, 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是我们的职责, 接到电话, 我们就按照地址十万火急赶过去, 进门一看, 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正在对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拳打脚踢, 打电话求助的, 就是躲在一边瑟瑟发抖的董小璐, 原来, 董小璐就趁老公外出的时候, 把情夫带到家里翻云覆雨, 不成想, 她老公忽然回来了, 她就被打了, 而她那位新情夫, 也是她原单位的, 闹头了好一阵子, 她被调到了江明单位, 去年江明升职, 成了单位班子成员, 董小璐进入的科室正在她分管范畴, 我开玩笑说, 江哥哥你小心点哈, 董小璐可是有名的交际花, 我听说已经有不少男人 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了, 江明鼎喜欢我叫她江哥哥, 但是我一般不叫, 都是开玩笑, 或者恶作剧的时候, 趴在她耳边, 故意叫一声惹她, 江明邪我一眼, 嘴角微翘, 胡说八道什么, 我不喜欢花枝招展的女人, 哎呦, 我故意无脸, 人家也是花枝招展的女人, 人家也喜欢打扮, 人家也喜欢浓妆艳抹, 人家也喜欢, 江明咬牙, 爬起来拍我一巴掌, 又低溜着我进卧室了, 我永远也没想到, 她会出轨, 会跟董小璐这样的女人出轨, 居然大白天去开房, 这还是那个我一斗就会脸红, 听到我甜言蜜语, 就张口结舌的老古板男人吗, 有人上门了, 到点去接女儿放学了, 我跟女儿回了娘家, 吃完饭, 写完作业, 哄着她睡着了, 我走进客厅, 看向严肃的父亲和满脸愤怒心疼的母亲, 爸妈最终决定尊重我的决定, 他们太了解我, 也太爱我, 他们只怕我委屈, 只怕我因为委屈而疯狂,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目光, 小地方, 小圈子, 这样的绯闻, 百年难得一遇, 有一个人知道, 所有人就都知道了, 昨天大白天的, 江明因为那种原因被送去了医院, 多少人亲眼看见, 我单位就有同事家属在那个医院上班的, 江明又不是无名小卒, 年轻有为青年才俊的, 以前大家说起来对我都是一脸羡慕, 现在, 呵呵, 又是没有工作效率的一个上午, 我坐在电脑前, 打开一个表格, 努力享心无旁骛, 还是徒劳无功, 硬坐在这里也是浪费时间, 我叹口气, 正要起身去请假, 有人敲门, 是我小叔子, 他站在门口, 看着我, 想进来, 又怕我不让进的样子, 我点头, 他立刻进来, 并关上了门, 不在医院照顾你哥, 来我这里有事, 看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有些烦躁, 嫂子, 我哥, 我哥手术很成功, 这个我知道, 手术结束老陆就给我发信息了, 他甚至告诉我, 好好养护的话, 以后不影响使用, 我嗡了一声, 没说话, 小叔子很尴尬, 嫂子, 现在爸妈在医院, 我又点头, 他更尴尬了, 嫂子, 我知道, 我哥做错了, 只是, 只是, 他的眼睛湿润了, 我哥醒来的时候, 知道你来了又走了, 哭了, 我没吭声, 他急切地说, 嫂子, 我哥他, 他只是, 只是鬼迷了心窍, 他爱的是你, 他爱你, 爱孩子, 爱家, 我打断他, 不用跟我说这些了, 你直接说, 今天来找我的目的吧, 他顿了一下, 垂头丧气, 嫂子, 是妈叫我来找你的, 妈说, 你才是他儿媳妇, 别人他谁都不认, 我哥脑子被使糊了, 做出这种事, 你要是不原谅他, 他, 他就死在我哥面前, 我冷笑, 小叔子更加灰心, 嫂子, 我妈做得不对, 她怕我哥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女人肯要她了, 她想爱上你, 怕你也跑了, 我哥就成孤家寡人了, 我妈要自己来找你的, 她那人, 我还是了解的, 平时很讲理的样子, 可是为了我哥, 他什么事都能做出来的, 说不定当着你同事的面又哭又闹的, 那太为难你了, 我哥, 我妈这么说的时候, 我哥一句话没说, 我看, 他, 他大概也想让我妈试试, 看能不能留住你, 我, 我不知道我哥怎么了, 他一直是家里的骄傲, 学习好, 工作好, 结婚娶了个漂亮老婆, 日子那么好, 我不明白, 他怎么会干这种事,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小叔子失魂落魄走了, 我苦笑, 我跟他一样, 我也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干这种事, 小叔子还说, 他回去了, 他妈肯定不甘心, 可能会亲自来找我, 我不想丢脸丢到这个份上, 起身打算出去, 打开门, 董小鹿的脸, 对到了我面前, 看着他那张有些红肿的脸, 我有点不明白, 这个女人, 现在不老老实实在家躲着, 跑到我这里干嘛, 我不吭声, 她坐在我斜对面的沙发上, 姐, 对不住你, 我没理她, 只盯着她的脸, 她略感不安地用手摸了摸脸颊, 姐, 事情既然发生了, 也没办法, 我打算离婚, 我不嫌弃江明现在这个样子, 不管她还能不能恢复, 是我做的孽, 我认了, 我笑了, 你的意思是, 你离婚, 我也离婚, 我让出江明老婆的位置, 你取而代之, 她有点恼怒, 哎呀, 姐,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嘛, 现在的情况是, 反正你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我跟我老公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了, 不如将错就错, 我跟了江明, 以后大家各自好好过日子就是了, 我是真想笑, 你老公愿意跟你离婚, 她就是个上部的台面的小老板, 眼里只有钱, 给她点钱就打发了, 给多钱, 谁给, 你, 还是江明, 当然是江明, 我哪来的钱, 要娶我的是她, 她不给钱谁给, 我的三官大受震撼, 我觉得你的规划很好, 我会配合的, 既然江明愿意娶你, 我这边没问题, 离婚手续, 江明什么时候能从病床上爬起来去民政局, 我就什么时候去跟她办, 可能没想到我这么痛快, 她笑了, 又惊讶又欢快的样子, 谢谢姐, 这次算我对不住你, 你们的财产划分, 我会跟江明商量的, 不能让你吃亏, 我点头, 诚挚地谢她, 我觉得你尽快去医院看看她吧, 我听说她爸妈在那儿照顾她, 你去帮着照顾照顾, 江明也高兴, 她父母估计也会满意的, 她小脸一痒, 我不需要她父母满意, 只要男人心思在我身上就行了, 打起来了, 董小璐开门出去的时候, 迎面撞上了我婆婆, 我的嘴角抽了抽, 今天注定要让同事们看笑话了, 我靠在办公桌旁边, 看两人大眼瞪小眼地僵了几秒钟, 董小璐应该是没反应过来, 僵了一下, 往旁边一闪, 大概是想侧着身子走出去, 几乎是在她行动的瞬间, 我婆婆动了, 我是真没想到, 一个五六十的老太太, 伸手这般利落, 下手这般狠, 董小璐被她坐在身下, 甚至连叫都来不及叫, 已经被一只手拽着头发, 另一只手啪啪在那张 已经略肿的脸蛋上抽了起来, 我都看愣了, 直到董小璐杀猪般尖叫起来, 我赶紧往外跑, 来人, 来帮帮忙, 等我一群同事涌进我的办公室, 七手八脚把两人扯开时, 我看到董小璐一张脸, 已经不成样子, 不仅仅是红肿的问题, 还有好几道深深的血痕, 看来我婆婆的手指甲没怎么修理好, 董小璐哭了, 伸手往脸上一抹, 发现有血后, 挖一声嚎啕大哭, 我跟我的同事们有些面面相去, 还是单位办公室主任反应快, 让其他人先出去, 带大家陆陆续续走出去, 办公室只剩下四个人, 董小璐在哭, 办公室主任把他摁在沙发上, 我婆婆站在一边, 整理头发, 又搓了搓双手, 很有些气定神闲地看着董小璐, 董小璐眼泪一把鼻涕一把, 一把一把地抽纸巾, 慢慢从嚎啕大哭变成抽气呻吟, 我婆婆不耐烦了, 行了,哭啥, 我儿子还在医院躺着呢, 你这小贱人能耐啊, 跑到我儿媳妇这里撒泼, 我儿媳妇有学问有教养, 不跟你一般见识, 我不一样, 我农村老婆妇, 你敢再来骚扰我儿媳妇, 我扒了你的皮, 董小璐抬起脸, 你是江明他妈, 你凭什么打我, 我婆婆哼一声, 凭你勾引我儿子, 你这只破鞋, 你当我不知道你什么货色, 你勾搭了多少男人, 你当我不知道, 你还想嫁给我儿子, 你等着你家祖坟烧了吧, 董小璐又哭起来,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马上就跟你儿子结婚了, 有你这么败坏自己儿媳妇的吗, 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吗, 马上跟我儿子结婚, 你算老几, 你这种破烂货, 想进我家门,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说着说着, 竟然又要上手去揍董小璐, 董小璐有点畏缩, 办公室主任给了我个眼色, 半哄半拖着董小璐出去了, 临出门的时候, 董小璐竟然伸出手掏了我婆婆一爪子, 我跟办公室主任再次目瞪口呆, 都没反应过来, 还是我婆婆反应快, 迅速回了一爪子, 结果就是, 董小璐抱着被我婆婆抓出四道血印子的左手哭着跑了, 我倒了杯水, 放在茶几上, 婆婆坐在一边, 开始哭, 我叹气, 这老太太, 刚才对着董小璐盛气凌人的, 现在在我这里, 梨花带雨的, 这角色转变之快, 让我有些应接不暇了, 我婆婆是个厉害角色, 她在我办公室哭了半个小时, 一边哭一边说, 灿灿啊, 老大真是个老实孩子啊, 打小听话, 学习也好, 人品也好, 老实同学没有不夸的, 从小到大没让我操过心, 灿灿啊, 当初她相亲, 回去跟我说, 喜欢得不得了, 说你家条件太好了, 我们这农村家庭, 不知道你家能看得上它不, 你们谈对象, 订婚, 结婚, 你和你爸爸妈妈, 一点没难为我家, 不要彩礼, 没办什么像样的婚礼, 住你爸妈的房子, 连回老家请酒, 都是你们小夫妻自己的钱, 她哭得肝肠寸断的, 江明哪有钱, 她上班后挣的钱, 都拿回家给了我, 说是你们小夫妻的钱, 还不是你的钱, 我这个做婆婆的, 做得亏心, 后来, 你们给我生了个漂亮孙女, 我心里欢喜得不得了, 我就想我家老大这辈子圆满了, 娶了个好媳妇, 生了个好孩子, 有份好工作, 我是一百个放心, 一百个满意了, 我的心里瑟瑟的, 我相信, 她说的, 大部分是真的, 她确实对我满意, 对我家人满意, 尤其对江明能够找到, 我家这样的亲家满意, 也确实喜欢我的女儿, 不过, 这几年, 她也一样遗憾, 我的性格不能更绵软一点, 也遗憾, 我的女儿不是个男孩, 只不过这些遗憾, 在此刻, 显然已经不重要了, 人就是这样, 她儿子优秀的时候, 她会觉得, 她儿子可以匹配 所有优秀的女人和岳家, 可如今她儿子, 一落千丈了, 她就想紧紧扒住现在的我, 保住原有的生活就满足了, 我打断她的哭诉, 您直接告诉我您是什么意思吧, 她顿了一下, 叹口气, 灿灿, 江明不是坏人, 真的不是, 她老实惯了, 这几年工作太顺了, 她飘了, 老实孩子最容易被那些贱货狐狸精蛊惑, 她就是一时没把住, 如今出了这样的事, 她受教训了, 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 你原谅她吧, 我笑了一下, 这样的事出在您身上, 您能原谅, 她讽刺地笑了一下, 你以为我没经历过, 灿灿, 你以为农村人都憨厚朴实, 你那个公公, 年轻时候, 因为十几个字能写绘画, 不知道招惹过多少媳妇大姑娘, 也被我捉在床上过, 也被人家堵住揍过, 她凉凉地一笑, 我知道那滋味, 我到医院见到江明就问她, 我问她, 你妈当年过的什么日子, 你不知道, 你欺负的不是灿灿, 你欺负的是你妈, 她满身悲凉, 我知道那滋味不好受, 我来求你, 是难为你, 你跟我不一样, 我当年不能离婚, 没得选择, 你有, 你年轻漂亮, 你家庭条件也好, 你不怕离婚, 她的泪水再次滑落, 可是我不得不来求你, 你不原谅她, 江明就毁了, 就垮了, 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为了她, 我不得不来难为你, 不得不来往你心口扎刀, 我苦笑, 看吧, 人人都明白, 人人都知道, 包括我婆婆, 包括董小璐, 包括外面那些等着八卦的同事们, 尴尬夫妻, 江明以非常尴尬的姿势躺在床上, 看到我的一瞬间, 她整个人色缩起来, 她用胳膊挡住了脸, 公公婆婆走出去了, 病房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望着眼前这个男人, 变了, 那年, 我们约会的时候, 我又笑又闹, 他总是温柔地看着我, 只用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 就醉了我的心, 醉了我的人, 我的声音很冷静, 今天我过来, 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 是关于董小璐, 他想嫁给你, 但是我看他有点异想天开, 他那边并没有理清楚, 我看他那位老公, 也是个魂不吝的, 说不定会怎么闹, 你得想清楚怎么应对, 第二件事, 是关于离婚, 我拟了一份离婚协议, 你看一下, 签字吧, 好一会, 江明将手臂从脸上挪开, 泪流满面, 他的声音颤抖, 灿灿, 真的要离吗, 真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笑得自己都觉得悲凉, 小叔子去求过我, 婆婆去找过我, 你躲在他们后面, 一声不吭, 你伤的不是手, 也不是脑子吧, 这几天, 我一个电话, 一个信息没收到, 反倒收到了董小璐的电话, 收到了董小璐老公的信息, 你是想让我自己想开, 让我自己说服自己, 你是觉得我已经爱你爱到 可以睁只眼闭只眼的地步了吗, 你是觉得因为你, 我可以顶住所有的流言蜚语, 还是, 你觉得我为了你, 可以不要脸面, 不要尊严, 他闭上眼睛流泪, 对不起, 灿灿, 我想给你发信息, 想给你打电话, 我, 羞愧难当, 不知道对你说什么, 我苦笑, 我查过你的开房记录, 董小璐半年前到你们单位, 你们第一次开房, 是在五个月前, 也就是说不过一个月, 你就跟他滚到了一张床上, 你聪明啊, 在单位没有任何暧昧行为, 也从不夜不归宿, 大白天去开终点房, 享受完了还不耽误去上班, 你在这种事上这么费尽心机, 真是让我吃惊, 你对自己就这么有信心, 你就笃定我不会发现, 你就笃定董小璐就甘心这么做你的地下情人, 你就笃定他老公不会发现, 你知不知道, 他老公从一个月前就知道了, 你知道他老公怎么知道的吗? 是董小璐, 他把跟你约会的过程偷偷记录下来, 被他老公发现了, 我冷笑, 董小璐有个爱好你可能不知道, 就是记录所有他跟男人亲热的过程, 董小璐的老公把他的那个笔记本拍照发给我看了, 我觉得此刻的我很邪恶, 明明知道, 江明不想听害怕听, 我还是冷笑着, 你知不知道你是他的第多少个男人, 你知不知道你那方面的能力在他的那些男人中排行多少, 江明捂住脸求我, 灿灿求你别说了, 我闭上嘴, 盯着他, 我要看清楚这个男人, 我要记住这个男人眼前这副狼狈的样子, 我要忘记过去的那些年, 他对我的好, 和我对他的信任, 依赖和爱, 其实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 你出轨的原因是什么? 你出轨董小璐这样的女人是为什么? 董小璐的老公豁出去了, 两周之后, 我和江明最后一次共同出现在一个画面里, 一起去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 从民政局出来, 小叔子在车里等江明, 江明看向我, 灿灿, 灿灿, 对不起, 我苦笑, 我的伤害是一时的, 只是女儿, 怕是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我看向她, 她并不知道详情, 我只告诉她, 爸爸妈妈虽然离婚了, 但爱她的心, 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我希望你能经常给她打个电话, 方便的话就去看看她, 别让她失去了家, 也失去了爸爸, 江明低下头, 谢谢你, 我叹气, 走向自己的车, 毕竟不再是一家人, 从此, 渐行渐远了, 办好离婚手续, 我回单位找了领导, 前阵子有个外派的任务, 领导找我谈过话, 想让我去我没答应, 这次我主动要求去了, 正在准备搭车的时候, 办公室主任给我电话, 让我看微信, 我打开一串聊天截图, 还有小视频, 不堪入目, 都是董小璐和她的那些男人们的风流往事, 有进去的那位领导, 有当初桌间在床的那位同事, 有同学, 有孩子同学爸爸, 还有江明的同事, 有图有真相, 一句话概括, 董小璐和她的男人们, 哦, 除了江明, 我问办公室主任, 哪来的? 董小璐的老公告了, 带着这些材料, 到处地, 连网上都有, 发在咱们本地网论坛上, 这人真是豁出去了, 我连忙打开本地网, 果然, 帖子热度很高, 名字很有意思那些年, 董小璐爱过的男人们, 我仔细看了看, 没有江明, 我虚了口气, 虽然已经离婚, 虽然我对她既绝望又厌恶, 虽然我也恨不得她身败名裂, 虽然我想她落到尘埃里, 被脚踩, 被碾压, 被折辱, 以劫我心头之恨, 可是, 她毕竟是我女儿的爸爸, 我不希望, 我的女儿眼里, 她几乎完美的爸爸, 被人碾压成泥, 变得没有尊严, 这伤害的是我的孩子, 我有些疑惑, 为什么董小璐的老公, 单单放过了江明, 想想大概也明白了, 江明被她伤得那么重, 她要真是赶尽杀绝, 江明也豁出去, 告她一个故意伤害, 那她可没法全身而退, 她豁出去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她不知道 董小璐的风流本性吗, 自然是谈崩了, 看来这次的董小璐 没能从她的男人们那里 拿到足够的资金 来满足她老公, 晚上, 我接到了董小璐老公的信息, 姐, 你应该知道我发帖的事了吧, 我没嫌你老公, 我觉得对她的惩罚也差不多了, 不过我想来想去, 倒是有些对不住你, 我没搭理她, 也不知道她怎么弄到我手机号的, 前几天就发信息给我, 一副社会老大的口吻, 我没回过她, 也不知道你跟她离婚了没, 不过我觉得, 姐你又美又撒的, 没必要被这种人渣绑一辈子, 离了算了, 我下定决心离了, 董小璐这张女人, 我要不是为了钱, 我连看她一眼都嫌糟, 这个男人好像把我当作倾诉对象了, 絮絮叨叨发了不少信息, 我一个字也没回, 宁静的夜晚, 坐在窗台边, 看无边夜色, 我有些搞不懂, 人这种动物, 为什么这么复杂, 我想, 我能走出去的, 人生这么长, 总不能一辈子沉浸在愤闷中吧, 风过水无痕, 我一走就是三年, 大概是因为情伤太重, 所以工作卖力, 也或许是因为我还有点潜力, 干出了点成绩, 一年外派结束后, 我被借调到上级部门, 在一年后, 就干脆正式调过去了, 女儿也被我接到了身边, 这几年, 江明打电话, 发信息, 写信, 很多次, 我甚至想, 给她一次机会吧, 毕竟, 我那么爱她, 没有她在身边, 我多少次彷徨, 多少次害怕, 不, 我多少次想问她, 为什么, 给我个理由, 让我原谅她, 但是, 我最终还是抵住了诱惑, 不, 我不原谅, 如今, 几年过去, 日子过得还不错, 女儿也没意味有个单亲家庭就不快乐, 她性格上可能更像我一些, 快快乐乐, 成绩嘛, 不得不承认, 江明的基因还是好的, 我家女儿是个学霸, 哦, 可能有人对江明的结局感兴趣, 她没再婚, 消沉了几年后, 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毕竟能力在那摆着, 成绩相当不错, 现在已经是某单位一把手了, 至于董小璐, 听说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受了处分, 又换了个单位, 离婚了, 后来听说又复婚了, 再后来怎样就不知道了, 董小璐的老公, 有一段时间经常给我发信息, 别误会, 他就是纯发泄, 比如他打了董小璐一顿, 给我发信息, 哈哈大笑, 比如他又捉奸了, 打了男的一顿, 呜呜大哭, 比如他又去董小璐的单位闹了, 说自己头顶一片草原, 呵呵冷笑, 我倒是感觉, 他跟董小璐真的是绝配。